今天台湾是首次自海外迎回历史遗骨 这是1874年的时候 日本出兵台湾 于今天牡丹乡所在位置的台湾原住民激烈战斗 当时日军取下了原住民的头颅作为战利品 其中四具头颅辗转流落到苏格兰 英国苏格兰被收藏在爱丁堡大学 台湾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一直在努力推动 其实我当时看中央社的新闻的时候 中央社新闻里面讲的是 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努力的推动转型正义和原住民历史的正义 我当时就想说 那应该用什么话来形容这件事情 后来我想来想去 我最终决定写说 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 一直在努力的让台湾人真重的对待自己 这个其实我觉得才是蔡英文做的事情 大家知道就是说 为中华民国所牺牲现身的勇士 那他们可以尽忠列词 为台湾所牺牲的勇士 那他们在哪里呢 就是台湾人自己为台湾这块土地 抵御外族的侵略 那英勇牺牲的人 那他们的魂归何处呢 他们的灵魂归一到哪里呢 那他们的忠列词在哪里呢 你从一个社会的议题的角度 你叫这是公平正义 这个转型正义 但是我就是以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你应该珍惜的对待自己 譬如说当徐春英在歌颂毛泽东的时候 那你们作为毛泽东的或者是直接的 或者是间接的受害者 你们应该感到伤心 然后你们应该真因为感到伤心 从而对徐春英和他的同伙 他的同伴 他的那些路配的友人们 因此而感到愤怒 这叫做珍惜的对待自己 珍惜的对待自己的感情 所以呢 他们就一直推进这个项目 就是希望能够把援助民族的遗骨 接回台湾 战争的这个过程 大家可以去查好 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这场战争 其实对台湾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 日本是在这一次战争之后 开始产生了 想要真正的统治台湾的这个 野心和意愿吧 1874年 5月12日 日军是于社寮登陆 日军号称 是因为他们在琉球的日本人 被台湾的原住民族杀了 更多的人认为说 这其实就是当时日本 就是想要台湾 就是找了一个借口 世界各国是反对的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 台湾在世界大国的这个博弈中 你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 或者是蒋介石带来的 很多朋友有这个误解 实际上是因为你们的位置 那你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中华民国 对吧 1874年还是清朝呢 对吧 那但是那个时候日本就想打台湾 然后那个美国 就是那些个其他的 那些欧洲那些国家就不同意 很多台湾的朋友会跟我讲说 哎呀要是没有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我们台湾啥事都没有 风平浪静 就是说我理解 大家不喜欢中华民国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不是这回事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实际上是因为你们的位置 那你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中华民国 对吧 1874年还是清朝呢 对吧 那但是那个时候日本就想打台湾 然后美国 就是那些个其他的那些欧洲那些国家 就不同意 就向日本政府施压 说你们不能打台湾 就是大家都知道 你所谓的什么 我们的人被杀了 那都是扯淡 你真正你就是想打台湾吗 那当时美国那些国家是阻止的 但是没有阻止的了 没有阻止的了 倒不是日本政府 这个不屈服 当时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日本的军队的势力就已经开始 就有这种所谓的 说是 就是先下手为强 这个将在外 这个 就是 我就不听你的了 知道吧 就是我们军队 我们就要上了 我们就要干了 然后等到我们打下台湾 你日本政府 你也没什么话讲 就是当时据说 就是日本政府是不想打了 因为世界上的压力太大 那为什么世界上的压力带太大 其实跟现在还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不愿意让台湾 落入一个 就是被禁锢起来 因为你们是极为重要的航道 日本政府是退让了的 结果日本的军队人不干 日本的军队就说 我就要打 结果就打了 在5月22日 日本陆军中佐 率领日军150人 禁抵石门 也就是今屏东县牡丹乡 石门村 遭到排湾族强烈抵抗 最后日军陆战队 攀上峭壁 居高临下 情势逆转 排湾族在装备劣势和人数劣势下 被迫撤兵 牡丹社头目 阿禄谷 父子身亡 经此一役 多数采观望态度的原住民 皆靠向日本 6月1日起 日军分三路 扫荡牡丹社 高市 佛社 社布利社等原住民 沿途只有小规模抵抗 原住民人撤入山中 日军占领村落后 焚烧村屋 并撤回社寮营地 7月1日 牡丹社等终于投降 这是在石门战役后 日军指挥官与斯卡罗人领袖合影 就投降了 据说这一次牡丹社的这一场战争 最终要产生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日本确定他们想要台湾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日军认识到说台湾的气候 还有传染病的问题必须处理 当时日军是因气候与卫生因素 饱受疟疾等热带疾病之苦 据日方记录参与行动的日军与随军人员 5990人 共回报了16409件的患病记录 呈现出平均一人患病2.7次的惨况 而561名的病死者 更达实际战死者的数十倍之多 据说正是因为有这段经历 所以日本在正式的统治台湾之后 非常非常重视在台湾铺设这些个 防治传染病的这些清洁的系统 也就是这种基础建设 虽然日本人是为了自己 但是事实上更大的受益者是台湾人 就是你们的这个医疗条件 你们传染病的这个状况 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处理 在日本人统治台湾之后 所以说其实你们翻回头来看 那一段历史的话 你们就很明确的看到说 其实无关于中华民国 也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大家都想要 然后努力的维持一种平衡 而且原住民台湾人的意志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吃打输了 但是说是不是你们也彰显了 你们的勇敢 毕竟在全世界来讲 就在那个时代 就在帝国扩张的那个时代 原住民族能够跟外国侵略势力 能够打得有来有往的并不多 台湾人的历史自古以来 就是在这种大国的博弈中间 尽管你们不知道 你譬如说原住民族 那个时候他一定不知道 说其实美国试图阻止日本入侵 他不知道 他哪知道这个呢 对不对 要我猜他肯定是不知道的 那他也不知道说 日本军国主义抬头 这个军人就要硬上 那这一切都对台湾人的命运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是这段历史啊 感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觉得很有趣的 然后呢就说到底是怎么流落苏格兰的 我就不说了 你们可以去中央社看一看 就是中间也很复杂 就大概就是好像是随日军的美国人 拿到了这些颅骨 然后后来又转葬 反正最后流落到了苏格兰 被收藏在爱丁堡大学 那然后就是这中间肯定 往复的这个讨论是很多的 那蔡英文政府也非常努力 那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 就是民间的人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家都很努力 就是政府和民间共同 再加上爱丁堡大学 他们的这些年 欧洲的这个政治正确嘛 我知道大家一般觉得 他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好的地方就是他的确 就是他在这方面 他能面对他过去的一些 不是那么光彩的历史吧 所以说大家都同意 那最后呢 终于是由现在的台湾的 原住民族的族人们 透过这个固定的这个仪式 包括从台湾带去 所需要的仪式的这个要求 然后在台湾驻英国的 这些代表处机构 大家的努力下 弄到了必要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要是要包括猪骨 因为猪骨这个东西 是不能带到英国的 因为这个大家也懂的 就好像我也不能把猪肉 带去台湾一样 就是这个猪骨是不能往那带的 所以是在当地 就是也是台湾驻英国的 这些机构 大家很努力弄到的 榕树叶酒 就是都准备好 然后整个的这个仪式 做的也非常非常的 有感觉吧 他们这就是仪式的这个 就是奉上这个猪骨的 这个过程 当时就是这个巫师说 这个这四位勇士 希望邀请这位代表 这个西装的这个人 是这个爱丁堡大学的代表 希望邀请他 进入这个仪式的这个 这个结界 进入这个 正常你是不能进来的 正常这个仪式 是没有他的事的 但是说是 这四位勇士要求他进来 然后表达感谢吧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那所以说这个对方 也非常感动 据说这一刹那 两位都哭了 就是在场很多人 也都哭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发生 这种事情 总有人说是撕裂族群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 要求的并不多 我觉得从根本上 我为什么想了很久 决定说是说 努力让台湾人 珍重的对待自己 我觉得从根本上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大家没有说 要把中华民国的这一切 从台湾这块土地上 驱逐出去 大家只是说 请你公正公平的 对待所有人 当你把蒋介石 奉为神的时候 你是对这个国家 遭受蒋介石的 迫害的人的 极大的一种伤害 所以说就对我来说 我一直都是这个出发点 知道吗 就是我从来都不是说 出于历史 应该要给蒋介石 一个公正的评价 蒋介石在历史上 留下的是个杀人狂魔 还是一个坚定反共的 战斗者 我并不在乎 因为他已经死了 我只在乎活着的人 我只在乎活着的人 他们遭受蒋介石 那么大的那种迫害 他们的家人 遭受蒋介石的迫害的时候 那你还把蒋介石 奉为神 这是对他们的伤害 当然有很多人就会说 那把蒋介石奉为神的人 你把蒋介石降为人 他们感到受伤 那我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那个受伤是假的 人家的受伤是真的 那就好像 如果有个男生跟我讲说 我追求不到女生 我娶不了老婆 我感到很受伤 那我只好说再见 你的那个受伤是假的 就是你 你把蒋介石想成神 然后大家不把他当神 你感到受伤 那个是假的 但是如果有个女生 她被男生性骚扰了 她说她感到痛苦 她看到这个男生 就感到很痛苦 那个伤痛是真实的 但是如果一个男生 来跟我讲说 那我找不到女朋友 怎么办 我会说请你再继续努力 只是希望台湾人 更珍惜 更珍重的对待自己 并不是说台湾人 要把中华民国 所带来的一切 让他消失 这从来台湾人 没有说他要这个东西 大多数的台湾人 没有要这个东西 大多数的台湾人 只是希望说 如果你能把中华民国的勇士 好好的供奉起来 那我们也想把我们的勇士 好好的供奉起来 这是我觉得挺重要的 所以说这是台湾历史上的第一次 台湾人赢毁了 流落海外的台湾人的遗骨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这是我觉得你们 一定要知道的一个事情 希望大家继续三票民进党 让赖清德继续来做这些事情吧